五六次后兵营的庄政豪上兵 请你举手一下 特别点名表扬增加荣誉感激励军心 但九三军人节军功教要上街头 对蔡总统来说这就是改革的阵痛 我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中华民国的国军的三军统帅 我绝对不会做事 有人污名化我们的国军 我也绝对不会做事 社会上少数人对我们国军的冷嘲热火 年金问题是长时间累积下来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改革 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包括在座的许多人的退休金 的退休生活就会受到冲击 强强年金改革必要性 但蔡总统也开口投支票 说会考虑军人的特殊性 从现实面和情感面蔡英文双管齐下 国防部则是呼吁现役军人 不应该也不适宜上街头 府院全面出动 试图稀释抗议力道 如果有人愿意要上街去游行 这是他们的权利 以及他们表示他们的看法的权利 这个部分我社会上都应该需要去尊重 那么当然就是公共政策 本来就是会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透过这些意见的激荡 和这个讨论 那我们也希望最后能够聚焦到一个 大家具有比较多的共识的一个结论 共识难上加难 九三抗议 只是替九月抗议月拉开序幕 接下来还有观光业 台电工会等团体 美洲联发因权政府四处灭火 更该先找出火源在哪 这个杨锡浩 李易玄 SG小组 台北报道